環境七點多 靈犀男子從機身上跳下來 往後跑 他邊逃邊回頭 緊盯著騎士 因為對方右手持著一把銳利的西瓜刀 追上來 他再不跑 恐怕要混斷街頭 而遲到騎士原本要追上前 卻發現路旁有人已經拿手機報案 他才趕緊離開 目擊者看到亮刀這一幕 嚇得立刻報警 下去警方出動了快打部隊 沿著大同路找 一路找到了永安街九十五巷內 才找到了亮刀男 當時他手上拿著就是這把 銳利的西瓜刀 他為何當街尋仇 嫌犯說 和對方是朋友關係 日前林姓男子替朋友向他開口借了錢 只是說好要還錢 卻遲遲沒拿到 他才會向林姓男子要 但對方卻大嗆 只是幫忙借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嫌犯一氣下拿西瓜刀恐嚇要錢 二十歲的陳姓男子過去有打架記錄 這回因為債問題卻亮刀恐嚇 再看一次這個畫面 騎車載朋友卻半路要債 要錢不成拿出西瓜刀 還沒討回新台幣 現在被十多名快達部隊警力 團團包圍實在狼狽 三星新聞區趙委 邵紫陽 新北報導